UV油墨 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款 我们即将要上市的新的UV固化灯 叫做 RL014A UV固化灯 大家应该都知道 在小微修主板等等一些器件的工程中 经常我们需要補点 補点或者補线路板 那么这部分我们经常可能需要用到一些油墨 油墨油墨这些 大家知道油墨油墨它在图完之后 是需要固化的 这个时候又需要用到一个油墨固化灯 那么我们在 大家看到我们目前在卖的一个 就是比较旧款的一个油墨固化灯 这个产品是卖了好多年 很多事物都提供了很多的建议 比方说灯的功力能不能再更大一点 它的固化时间能不能更快一些 它的时间能不能调制 因为有时候忘记拿开的时候 它不至于固化波路 或者说它的整个外观 已经看了这么多年了 能不能做一些更多的时尚的设计 那么实物质期的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 非常实用 又有下的建议 那么针对这些呢 我们数据完之后 我们的产品中心 演化中心的话呢 我们最近有试着了一款 新的油墨固化灯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那大家看到这个产品 第一感觉为什么呢 大家看到非常可爱的 一个小卡同样 特别这个头很连滑滑的 然后顺着的下来 我们做了一些曲线的一些布置 操作的手是非常的顺爽 非常的顺滑 很符合这个拿来手上 非常有手感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可能我们 似乎最关心的一个功能 就是它的功力 能不能就是满足我快速 就是固化油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这产用了一颗T6的10瓦的大灯珠 这一套的功力它更强更大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操作一下 这个灯 按一下它是开 默认工作时长5分钟 然后联系按两下是切换亮度 有三个亮度可以选择 然后一个定时功能是我们朝按5秒钟 然后进入利益的模式 我们设定按一下 它会灯会闪一下 然后它会默认保存 按一下是30秒 最多可以按10下 就是300秒 30秒到300秒的一个定时 对 然后我们下一次开的时候 就是根据你上次的定时 30秒钟 好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利油的一个测试 现在我们这里 纸上涂上的一些利油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固化时间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固化时间 我们这个灯开启 然后启动 好 现在是10秒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利油 所以已经过滑了 这是我们整个升级这个产品的一个 几个比较大的特点 然后的话呢 欢迎师傅们的话呢 积极地去体验 积极地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建议 那么这个产品我就介绍到这里 欢迎来关注我们的产品的这个滑过滑开 谢谢